经过一年多的探索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精准预约功能正式上线 让真正需要专家诊治的疑难重症患者 在第一时间得到服务 从而实现患者和专家之间的精准匹配 三个月前来自厦门的患者姚女士 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接受了甲状性癌根植树 复查时间到了 一来到上海的姚女士 却发现最近两周 组织医生的号员已经全部挂满 心情急切的姚女士电话咨询了医院 被告知可以通过公众号内的精准预约 常识挂号 姚女士立驾着要求注册了电子就诊卡 找到主治医生并点击精准预约 上传定理报告 填写就诊诉求后 成功挂到了今天的号员 很快大概当时是一分钟吧 就审核就通过了 通过完了之后就提示 我有一个就是你已经预约上 然后请缴费 原来姚女士定理报告结果为 甲状线实质节节六级 是影像诊断中怀疑恶性的最高一级 专家们表示 自从实施的评病例报告精准预约 小毛小病来看专家的患者明显减少 其他病人可能都是检查没完善 或者是根本不需要开刀 这边就是浪费了这个专家资源的 很多人想挂号挂不到 那么有了这个精准预约之后 我们近期的一个数据 大概转化率达到65% 在过去一年的试点中 精准预约一位在肿瘤医院挂专家号的患者 平均减少了7.4天等待时间 专家门诊效率提升了3.5倍 院方表示 下一步还将探索通过人工智能语音识别 实现电子病例书写 可为医生节省时间提高效率 东方卫视记者周文韵 上海报道 电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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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